哈囉大家好,歡迎收看UTA TV 今天呢,UTA就帶了蛋先生來跟大家講一下 養兔、養貓、養狗 三個大對比 可以給一些新手的,不知道養哪種寵物的 但是很想養寵物的朋友一個建議 各種的習性啊,還有需要的一些不同的東西 什麼樣的人比較適合養什麼樣的動物 今天都會跟大家講 然後大家現在看的就是蛋先生啊 他在舔手搜 我今天要放他出來玩 蛤? 喂喂 不要咬頭髮 那麼首先大家都知道嘛 回國的時候呢,我家裡是有三個貓、一個狗 然後那個狗呢,我是養了很久了 我是在國內讀書的時候呢,就一直養那個狗 養到現在,一共養了快十年了已經 這就是我家狗狗 然後牠是一隻九歲的博美 媽媽的話呢,都是三歲 蛋先生呢,今年也六歲 就是都是一些養了比較久的動物 然後但是呢,蛋先生沒有跟貓、狗一起養的 然後貓、貓、狗、狗、狗是一起養的 因為每一個動物都有不一樣的性格 我先講我家的基本情況 我家的狗狗呢,是博美犬 天啊,你為什麼打開蓋子 已經是老狗了,快十歲了嘛 然後貓貓呢,就是一隻陰短、一隻高地垂耳 還有一隻陰短的混種 但大家都說牠長得有點像眉短的一隻大胖貓 就蛋先生呢,是一個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兔 反正牠就是一隻混血兔啦 牠不是純種的 空間的話呢,狗狗需要的空間比較大 然後其次是貓貓,最後是兔兔 貓貓的話呢,喜歡爬高、爬低、爬高、爬低的 牠的活動空間其實是適中 就是說你不能夠太小 你太小的話其實不太OK 我家的貓都是絕育了 絕育了的貓呢,牠就會乖乖地帶在家 然後我朋友家的貓都沒絕育 牠就會經常跑出去外面其他地方玩 然後養狗狗的話呢 因為狗狗經常都是要遛的 牠經常帶在家裡,牠會非常的悶 你要有足夠的時間還有足夠的精力 你要去遛狗 所以說這一點的話 我覺得是兔子跟貓貓會比較好 除非你是一個非常愛運動 非常愛戶外的人 要不然的話呢 對狗狗的身心呢,是不太健康的 兔兔的話呢,你只要給牠一個籠子 每天放牠出來跑一段時間 讓牠有適當的活動 其實這樣就OK了 兔子雖然空間小呢 但是牠還是需要一個活動的空間 就好像我每天都會放我的BB 出來這邊四處走動一下 偶爾會帶牠去一些公園啊 阿里附近的一些草地啊 就讓牠去跑一下這樣子啦 就兔兔會這樣子 但狗狗的話要遛 我覺得這點是非常麻煩 就有時候如果晚上回家 就說你想餵牠好 但是你真的身心是非常疲憊 你沒有時間遛牠的話 我感覺狗狗會不夠那麼開心 我自己有這樣的feel 我是建議說如果家裡房間比較小 沒有需要那麼多的空間 你就養兔兔 其次的話 如果你是很愛運動的話呢 運動型的人 我就比較建議你養狗狗 其實這樣子對身體好 就是說有個狗狗的話 牠會促進你去加強運動 就是每天你遛牠的時間 你也可以順便這樣跑步 第二個呢是音量 我跟大家講這點真的很重要 有些人呢 就工作的時候是很怕吵的 所以說這一種的話呢 我可以建議大家養兔兔 首先在幾種動物裡面呢 兔兔是不會說話 兔兔你不要覺得牠沒有聲音 牠是有聲音的 牠有時候呢牠會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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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的叫 有時候牠就會跺腳 睡覺的時候牠也會打憨 但是貓狗的聲音呢明顯比較重 安靜這一點來說呢 其實我是不太喜歡養狗狗 因為狗狗真的很吵 可能是我家狗比較喜歡吵 因為牠是伯媚犬嘛 牠就什麼都愛叫 快遞員來了牠會叫 我媽打電話牠會叫 家人說話大聲一點牠也會叫 但有時候狗狗叫真的是蠻煩的 就是一天到晚都在叫 牠要吃的時候你不給牠會叫 然後你跟牠玩的時候 玩得牠不爽牠也會叫 平時叫沒有問題 但如果你說晚上十二點久了 夜深的時候呢 牠突然叫的話 會影響鄰居嘛 就會有人來投訴 這一點的話 其實不太好 但是你也不可能制止你的狗狗去叫 因為牠畢竟是個寵物嘛 牠有些東西你跟牠講 牠講不懂的 所以我家的那一隻就沒有辦法叫的 老叫 所以這一點真的是蠻煩人的 然後貓貓呢牠也會叫 就好像我家的那隻小阿門呢 我叫牠就會喵的這樣回應我 阿門 或者是我拿出來很好吃的食物呢 牠們就會喵的這樣子回應我 這點其實是蠻可愛的啦 貓的話牠不會拼命的去叫 除非是有些貓貓呢 你發情的時候呢 就叫得像嬰兒一樣 就那種是蠻恐怖的 因為我自己是一個比較喜歡安靜的人 聲響這方面呢 我還是比較喜歡貓貓和兔兔 潔癖的問題 這個很重要 其實我也是有一點潔癖的 就是說如果你家裡空間不太大的話 你養那種很大的狗 你整個家就會有那種很難聞的味道 我自己感覺是比較臭的 就有點像是 你一進寵物店 然後寵物店裡面的那一種 悶住的燒燒的那種味道 養狗會有那種味道 我家除了養博美呢 我以前小時候家裡還養過一種狗 就叫做應該是金毛群 不知道普通話怎麼讀 狗就是大狗 那一種狗的味道真的是非常大 狗是有一定的味道 但如果你養習慣了 或者是你養小狗的話呢 那個味道就不會有 這一點其實還蠻好 就是養那種室內犬 但如果你經常養的話 你就會習慣 你也不會意識到有那種味道 如果你去別人家做 別人家有大狗的話 你進去你會有聞到那個味道 而且呢狗狗有一點我覺得 對潔癖的人來說不太友好 因為狗狗喜歡舔東西 會舔你的臉啊 我家的狗呢 就是很喜歡舔我爸的腳趾 我媽媽是有潔癖的嘛 所以這一點他非常不愛 他不喜歡狗去舔他身體的一些部位 我媽媽會覺得有點髒 但是你經常養狗的人 你跟他很close的話 你會不會介意這一點的嘛 另外呢狗狗呢 會把他吃剩的一個食物 他喜歡吃的一些食物 或者是偷來的食物 好像有一些帶水的食物啊 一些雞肉或者是什麼 有一些濕的那種 他會直接拖到他的窩裡面去吃 大家都說狗窩狗窩嘛 為什麼狗窩那麼髒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啊 你什麼東西你都拿到狗窩裡面去吃 他這樣子弄 你能不髒嗎 這個時候其實狗窩真的蠻臭的 真的要定期的清潔 定期的去洗 貓貓的話呢 其實貓貓基本上不會有什麼味道 除非他是有拉了屎 他的貓屎呢 是真的很臭的 所以說從潔淨度上面來說 我覺得 這貓貓會比較乾淨一點 兔兔其實算比較好打理的 兔兔的屎呢 我感覺是不臭 圓圓的一顆顆粒粒的嘛 除非你大力的去掰開 他就聞到有一點點那個臭味 其實最重要的是尿味 兔子的那個尿燒味呢 其實是蠻臭的 你主要是勤奮的一點清他就OK了 其實養貓貓也一樣 因為我媽用那種水晶貓沙的話 味道就基本上不會用 然後兔兔也是 他有一些是那種 讓他沙尿底下有一些香香的那種香沙 然後我也有給大人生用 然後我會用那些乾淨粉 跟他洗澡糟的嘛 養寵物的人呢 記得一定要家裡要非常的注意通風 不能悶著 突然的話那個味道就真的會有 講到一點呢 就是大小便的事情 兔兔他可以膠 他不會隨地大小便的 貓、狗、兔他都可以膠 但是兔兔他會隨地大便啦 我啊 淡天生他會隨地大便 但他不會隨地小便 小便的話他只會在固定的地方小便 如果我拿他出來的話呢 基本上不會在外面殺尿 他會一直忍忍忍忍忍忍 忍到回去籠子裡面他在殺 就淡天生其實蠻聰明的蠻乖 就是狗也是一樣 貓的話更好 貓的話他有貓殺嘛 他只在貓殺那裡殺 所以說其實大小便這個還蠻好教的 但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大家不要忘記了 他們畢竟是寵物 寵物呢他是會生地盤的 我家呢是養了三隻貓和一隻狗 這個問題就來了 我家的狗呢 他就非常不爽了 三隻貓 所以他就會去蒸地盤 蒸地盤的意思呢 就是說我要用我的尿去霸占這個地盤 所以我家的狗呢 就是怎麼教他都會繼續殺尿 他有固定的地方殺尿 但他如果聞到有貓的味道的地方 他一樣殺 有時候呢他還蠻小氣的 他會在貓的石盤裡面殺尿 還有貓的石盤旁邊喝水的地方 他會在旁邊殺尿 就是蠻大的問題 就是說他心理不平衡 就會導致他殺尿 所以說如果你養一隻狗的話 其實這個情況是不嚴重的 他只是偶爾一下下一點點而已 但如果你養其他的東西 他感覺到他的地位 在家裡的地位受到威脅的話呢 他就會亂殺尿 我家的狗現在就是這種狀況 我家有那些紅木家居嘛 我家狗呢 就在紅木椅子下面就殺尿 把那個紅木家居下面都泡濕了嘛 我爸呢就怕我的狗殺尿 就用那個玻璃膠 單面膠把那個紅木的椅子 桌子給圍起來 圍起來之後呢 我的狗還在那裡殺 那些尿呢 就滲透到了那個玻璃膠中間 那個尿呢 就把那個紅木家居就是悶得更死了 裡面就是濕的更多 就是更臭 所以說後面乾脆把所有的玻璃膠都拆了 就讓他殺了沒有辦法 其實我發現兔子是有分的 有些兔子有潔癖 有些兔子沒有 好像蛋先生就有潔癖的 以前養的一些兔子就是沒有潔癖 單身他是超愛乾淨 他基本上每半個小時他都要洗自己一次 所以他的毛呢 就是雪白雪白 正亮正亮的那種 單身呢就是白白的 他整一個兔兔都是白白的嘛 剛剛玩到那個角黑黑的 所以說這個就是我比較喜歡他的地方 就是說他自己自節力還是蠻強的 就是會經常去洗自己啊 或者是去玩一些什麼東西 所以單身就是蠻愛乾淨的 我覺得這點還是蠻好 但有些兔子就是特別髒 就是他會去找垃圾 我以前養過有兔子 他是喜歡找垃圾的 這主要還是看兔子每一個的個性 就是每一個個性的兔子都不一樣 如果他籠子很髒 你沒跟他換的話 他是會抗議的 他也會喜歡籠子會有一個整潔度 就是你一給他換籠子 他就馬上會洗你自己的身體 或者是你摸完他 他就會馬上清洗自己這樣子 首先狗狗呢 他會咬那些桌角 我家木頭的那些茶几 那些腳被狗咬了 底下那些狗狗也會咬 然後他有空就 這樣子咬了 一看到什麼 在地上 他喜歡的 他就會馬上把它咬爛 把它解決掉 貓貓呢 就會抓沙發 就我家有那種真皮沙發 然後都被我的貓抓了 起釘了 然後他就會 抓很多東西 就是好像我房間那個床 底下都是那個布 他就會生那樣的時候 他就會生爪 這樣子抓 好像站上桌子 你有一些文具 擺在那裡的話 他不會搞你 偶爾發現他有興趣 他就可能拿個爪去拍一下 就這樣拍 他不會去妨礙你工作 或者是搗亂你的擺位 就貓貓這點很好 他看到有什麼 他就會踮著腳這樣子 跨過去走過去 家居這方面呢 就兔子說句實話吧 其實他的破壞力不強 他就是最喜歡弄什麼 他最喜歡咬線 就是說 我以前有給他咬斷過iPhone線 電腦充電線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就喜歡咬蘋果的 蛤 兔子呢 他會倒地毯 他就這樣弄 然後你給紙 他會咬紙 他其他的很多東西 他都不喜歡咬 就是說兔子咬東西 他破壞力 他是有選擇性的 他喜歡的他才會弄 他不喜歡的他就不弄 你不給他看到他就不會搞的 視力的話肯定是狗狗第一 因為狗狗的智商我感覺是最高 而且狗狗有個很厲害的地方 就他會有 情感線 這一點我覺得貓貓是沒有的幾乎 就是貓貓的話 你養到一半 你要別人養 他有可能會把之前的人給忘記了 他不會有那種忠於一個人的概念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是那種感情線很發達的 你希望有一個忠實的夥伴 狗狗比較適合 或者是養犬型貓 這種比較適合 好像我家三隻貓嘛 其他兩隻他都不會 就只有那隻小阿門他會認人 你叫他幹嘛他就幹嘛 你叫他來就來 就貓就沒有這種啊 貓很多就是說你摸他他就走了 我不太喜歡這種 你feel到那種抗拒 而且狗狗的情感線很豐富 他知道他自己失從 知道誰最疼他 知道自己對誰發脾氣他不會罵他 我家狗狗是很怕我爸的嘛 然後他也知道我叫我爸叫爸爸 所以說有時候我家狗犯的事情 我一大聲喊爸爸爸爸這樣子 其他的狗狗就會躲起來 而且狗狗做錯事呢 他是知道的 就是說他如果意識到自己做錯事的話 那個耳朵就低下來 然後就偷偷溜溜溜溜溜到其他地方躲起來 所以我覺得狗狗這一點真的是非常的可愛 就聽話程度 智力程度可以給他加分 而且有些狗狗大狗他還可以保護你 如果你要只一隻貓保護你的話呢 不可能的 發生了什麼事情他走得比誰都快 狗狗是真的可以做到有很好的朋友關係 就是說你跟他講很多東西其實他都會懂 好像有時候我會跟我媽媽吵架 跟我爸爸吵架的時候呢 就是吵的聲量比較大的時候 我的狗狗就會叫 就是說他的意思就是讓你停止叫 就是說你們不要再吵啦 不要再吵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這點真的是非常好 就是會讓我感動 貓貓的話就不行 就真的是看貓 有很多貓普通貓他都是不屌你的 你要幹嘛幹嘛跟我沒有關係 他不是不聽話 他是完全你覺得他不care你 但是兔子的話呢也是看兔子 就蛋先生的話就蠻黏人的 就其他人摸他他會剁腳 就鼓鼓鼓鼓非常不爽你 但是我弄他的話就沒關係 他也是蠻親人的 就是我每天早上起來 他就會這樣親我一下 就親親媽媽這樣子 但是呢智商我其實感覺是蠻高的 吵子智商是裡面最低的 但兔子的話你叫他他會來的 你跟他講啊鼻鼻 然後就會噗 你會覺得他的耳朵 就這樣這樣豎起來 所以說也是蠻可愛的 我很喜歡他的地方 就是兔子我可以跟他一起工作 在工作的時候我下面放一個墊墊 然後他就窩在那個墊墊裡面休息 然後就看我剪片 就兔子可以做到這種 但是貓貓的話你不能夠 強制性的要他待在一個地方 貓貓不行 但是狗狗跟兔兔都可以 其實我個人呢飲食上面 我是最喜歡養兔子 因為狗狗貓貓都會吃肉嘛 吃多的話其實狗狗吃多貓貓吃多 他們張大口的時候 你會聞到他們口裡面有臭味 這一點是我不太喜歡 因為他們是肉食 兔子的話他是草食 會吃水果蔬菜這種比較清新的東西 他們就會香香的 整一隻兔子他不會有什麼口氣啊 什麼臭什麼的 這個是我非常喜歡 而且我覺得跟大安生住一起的話呢 你生活習慣會變好 這集本來我不是特別喜歡吃蔬菜水果的人 我自從養了兔子之後 我感覺我飲食習慣變好了 一段時間不吃蔬菜水果的話 我一定要買回來 就是說我有時候會因為養兔子 所以去買蔬菜水果吃 就因為牠要吃 所以逼著我自己也要陪牠一起吃 就是說牠讓我的飲食習慣變得好 我家狗狗和貓貓都不喜歡吃菜的 牠們就喜歡吃肉 以上就是我對貓狗兔這三種寵物的綜合評價 大家也可以根據牠們的習性去 去對比一下自己生活習慣 看一下自己適不適合養這三種動物 其實牠們都還蠻可愛的啦 但是各有所長 然後目前我最喜歡的呢 就是因為兔兔 有些人可能覺得狗狗看上去比較忠誠 因為我男朋友牠就不喜歡養貓 牠覺得貓的臉實在太奸詐了 兔子的話呢 就是說某些角度會很醜 但是你有些角度真的是萌到 我覺得比貓狗都要萌 就是牠兔子有些樣子真的是很萌 就是死萌死萌 牠就感覺有點像是一個呆軟的毛玩具 就在你手上玩這樣子 就牠還蠻聽話的 所以這一點是我自己比較喜歡的 我覺得牠蠻可愛的 你看牠軟軟軟的一隻軟軟的小玩偶 就是說兔子萌起來的話就是 真的萌到你的心是軟的 因為我有一些養貓的朋友也是嘛 有時候一見到兔子他們就 哇真的真的萌 就是萌點是不一樣的 兔子是蠢萌 就是那種萌到你的內心會嘩的那種 說句實話吧 貓 狗 兔 三種動物小時候都是特別可愛的 小時候買牠 然後等牠長大之後 牠可能會有走形啊 變樣這種狀態 你有可能會因為牠的樣子會不好看 有些人就可能會遺棄牠 我覺得這種是千萬不應該 養之前一定要有一個預料的準備 就是說 牠以後有可能沒有像現在那麼可愛 所以說你一定要有這個心理準備 你的一生可以有很多寵物 但是你養了一個寵物 這個寵物的一生只可能有你 牠把一生都交付給你 牠去陪你 牠去帶給你歡樂 你養寵物之前你一定要知道 一定要對牠一生負責任 特別是養狗 因為狗的感情線很發達 如果你遺棄牠的話 牠會真的知道 狗是真的會把牠傷到的 如果你真的帶不了給牠幸福的話 我建議你不要開始 你一養 就要對牠一輩子都要負責 算了 完了 好 那麼今天的這個影片就到這裡囉 希望能給大家一些建議 以上就是我的一些 養寵物的一些經驗 還有我自己 覺得哪種人比較適合哪一種寵物 也希望能夠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好 那麼今天節目就到這裡 約會大家 伊德德小烏塔 那TV的話請不要忘記給烏塔一個Like 掰掰 I love future videos Salute